咱们今天来说说 223成都情杀案 听这名字您就知道 这案子是发生在某一年的2月23号 发生在哪年呢 是2010年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从头来说 先从一个有家有事的男人 和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开始说起 这男的呀 叫张勇 跟我高中时候年级主任一个名字 这张勇呢 1977年 出生在四川达州市 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边 这张勇呢 从小啊 脑袋瓜就比较机灵 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吧 但是啊 商业头脑 那是很厉害的 所以从小到大 父母特别喜欢他 19岁高中毕业之后 没考上大学 就开始闯荡社会去了 一开始呢 就是做点小生意啊 1998年 这一年张勇21了 也没上大学 那么这个年纪 也该谈婚论嫁了 这么着 周围的亲戚啊 朋友啊 都开始张罗着 给他介绍对象 经过别人介绍 就认识了一个本地的姑娘 叫李倩 98年 俩人就结了婚了 2000年的时候 两个人的女儿啊 就出生了 孩子出生了 那得多挣点钱呢 得养家糊口啊 他呢 就带着爱人 带着孩子 一家三口 就从四川去到了浙江 做汽车美容生意 2000年之后 正好是四家车 快速发展的时期啊 那个年代呢 做这个汽车美容 一般收费还都挺高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再加上张勇这人呢 头脑很灵活呀 他有商业头脑啊 这么着这生意是越做越大 没过多长时间 他这汽车美容店 在温州 包括在成都 都开了连锁店了 俨然这张勇 现在是个大老板了 妻子带着女儿啊 在温州打理生意 而张勇呢 得照顾成都这边的生意 所以啊 后来他就到了成都这边了 夫妻俩人的状态呢 就是聚少离多的 2009年一天晚上 这张勇呢 开着车 这心里边挺乐呵 嘴里一路哼着歌啊 怎么这么高兴呢 又挣了一笔钱 到银行啊 把这钱给存上 这人一兴奋啊 开车都不那么专注了 不知不觉的 就从机动车道 走上了人行道了 这时候呢 有一个小姑娘 穿着背带裤 慢慢悠悠的 人在人行道上走着呢 就把他开车的去路啊 给挡住了 张勇当时也着急啊 他走这么慢 我得开过去啊 嘀嘀 就摁了两声喇叭 这女孩一听见喇叭叫 一回过头来 明显脸上显得挺愤怒 气势汹汹的走过来 朝着张勇这车的那轮胎 砰就踹了一脚 还在那喊呢 你人什么喇叭啊 你是不是吃脑残粉了呀 张勇一听这话 哎呦 这怎么着呀 叫板呢 可是再一看这人 哦不行 这火啊 再也发不上来了 为什么呀 太漂亮了 又狗狗又丢丢啊 这女孩看上去 年纪不大 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这个年纪的姑娘 是长得最水灵的年纪 所以张勇啊 当时就不生气了 心里边呢 也想着 我媳妇孩子也不在这 我这整天孤家寡人的 我要是有机会 能跟这姑娘 有点什么故事 那就太好了 把这车窗呢 就降下来了 就跟那女孩说 哎 你把我轮胎踢破了 你给赔吗 这女孩一听 也挺有个性 有车了不起啊 见过肤浅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肤浅的 张勇这一听啊 这要是个大小伙子啊 或者要是普通人 要跟他这么说 他肯定得发作 但这姑娘一说 哎 感觉太可爱了啊 这姑娘有点意思 哎 这个姑娘不光漂亮 说话还挺有意思 很幽默啊 很带劲 出于好玩的心理吧 这姑娘呢 在前边走着 张勇呢 就开着车 慢悠悠的 跟在这女孩后边 一边开着 一边跟他搭讪 小姑娘 你敢上我车吗 你要敢上来 我就敢请你吃饭 女孩啊 看了张勇一眼 扑呲一下就乐了 哎呀 大叔 都说艳遇 是个小本生意 不过你这么做 也太偷工俭料了吧 这女孩别看这么说 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就坐到了张勇的车里边了 俩人呢 一边走着 一边就聊呗 张勇问他叫什么呀 哪人呢 这姑娘就说呀 我叫小慧 92年的 各位 当时是09年 这小慧还没过生日呢 满打满算 不到17周岁啊 她呢 是四川省牧川县人 出生在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镇上 所以呀 论原生的家庭环境 这小慧跟这张勇 哪都差不多 小慧还跟张勇说了 其实我学习成绩还挺好的 但我就是不愿意读书了 初中毕业以后 我就没上高中 我呢 就跟父母说啊 我要出去 所以啊 我就离开家了 我就到了成都一个同学家住着 哎呦 最近无聊死了 天天除了打电脑游戏 也不知道干什么 说完这些的时候 这小慧一歪头 看了张勇一眼 各位 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场景啊 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 十六七的一小姑娘 十六七的一小姑娘 一歪头 天真烂漫的 看了这个人一眼 你说被看的这人 这心里边 是不是得泛起一股子波澜 这小慧的眼神 这小慧的眼神 正好跟张勇的眼神 啪就碰上了 当时啊 就跟高压垫撞上似的 啪一下 这张勇啊 赶紧把这目光就躲开了 在那假装专心的开车 说实话 张勇当时 有点不好意思了 人小慧可不这样啊 人大大方方的 在那一边笑着 一边跟张勇说 大叔 我在社会上混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这样的男人 打的什么主意 我用脚都能想明白 嘿 你看 人小慧多明白啊 你说他有多深的 社会阅历吗 也不是 就平时可能看了几本 网络小说 看了点电影电视剧 他就感觉 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都是一样的 没想到 他眼前的这个男人 还真跟他理解中的 那些男人啊 真是一样的 张勇啊 当时也没大话 心里边还琢磨着 哎呦 这女孩 有点意思啊 本来呢 是没心机的那种姑娘 天真烂漫的 但是啊 还非得假装成熟老练 挺有意思 这张勇呢 对这姑娘就越来越好奇 俩人 你一言 我一语的 哎 聊的 是热火朝天 聊着聊着 两个人又都在车里边 又是晚上那个氛围 是吧 又很暧昧啊 他俩之间 这心里边啊 就也有了不一样的情绪 反正俩人这关系进展的多快呢 在车上聊了那么一会儿 目的地就直奔宾馆 开房住到一起 发生了性关系 这一下子 张勇是得偿所愿 小慧呢 也无怨无悔 小慧不到时期呢 张勇比他大15岁 张勇可是迷恋上了和小慧 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了 为了俩人以后生活更方便啊 或者说是见面那样更方便 张勇呢 就花钱给小慧 在成都租了一套高级公寓 你就别在你同学家住了 你搬出来住了 这就是咱俩的家 从此这小慧啊 可就成了这张勇的小情人了 那这小慧 知道张勇有家有事吗 还真知道 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 张勇呢 就一五一十的跟小慧说了 这小慧一听 毫不在意 你这个年纪 要是没娶老婆才不正常呢 没关系 我要不在意 我更在意的 是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这小慧 义无反顾的 就成为了张勇的专属情人 到了09年9月底 张勇啊 得去温州了 也得去那边 料理生意 有一些事情得处理 他呢 就跟小慧把这事说了 我呀 得去趟温州啊 短时间内可能回不来 那边的生意呢 也得打理打理 小慧一听 你走了 那我更无聊了 整天闲着干什么呀 不如你带我一起去吧 张勇就跟他说 我老婆在温州呢 你去 不是没事找事吗 小慧听了 这时候 就有点不开心 不高兴了 哼 我去温州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不偷 二不抢的 我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有错吗 再说了 我也不想嫁给你啊 他那么稀罕你 你们就在一起呗 张勇听完以后啊 心里边倒还踏实点 得亏这姑娘啊 不逼着 让我在那离婚干什么呢 这时候 小慧又来了一句 给张勇噎的呀 那是跟喽跟喽的啊 小慧说了 你啊 别自作多情了 我觉得你太老了 配不上我 这张勇啊 被说的脸 蹬了一下就红了 平时呢 俩人就总是斗嘴 说是俩人斗嘴 其实就是小慧啊 总喜欢损着张勇玩 小慧这张嘴可厉害了 一说话跟打机关枪似的 打打打的 张勇根本插不上嘴 这一回也一样啊 这小慧一看 张勇妥协了 这就代表默认了 同意了 高高兴兴的收拾东西 跟着张勇就一起走了 他们的悲剧 也就从这开始 那么 到了温州之后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好说歹说 小慧非得跟着张勇去温州 张勇最后也没办法 也就同意了 小慧赶紧收拾东西 跟着这张勇就出发了 到了温州以后啊 小慧跟着张勇来到了他在温州的那汽车美容院 小慧进来这么一看 嘿 这家伙装修的真好啊 温州这家店呢 比成都那家店呢 明显档次要高出去了不少 小慧啊 更佩服张勇了 一把可就搂住张勇的脖子了 哎 我越了解你 我就越喜欢你 得亏啊 得亏 是张勇的媳妇李倩没在这啊 这要看见了 那不出大事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啊 有几个也做这个汽车生意的业务伙伴啊 就是卖那种汽车装饰品的 就请张勇吃饭 因为张勇这店生意好啊 把自己的产品放到张勇店里边 那不愁销路啊 这张勇呢 你肯定得答应人家 你得见见面啊 沟通沟通感情啊 本来就打算一个人去 这时候小慧又死缠烂打的 非让张勇带着他一起去 张勇也说不过小慧 也确实喜欢小慧 就带上他了 嘿 到了酒桌上 这家伙小慧那是如鱼得水啊 长得又漂亮 人又机灵 又能说慧道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几圈下来 那几个中年男士啊 都让这小慧惯的呀 恨不得都躺桌子底下去了 这是张勇万万没想到的 张勇有情人这事儿 也不避讳着这些生意伙伴 这生意伙伴还都夸他呢 我说 勇哥 行啊你啊 就你这丫头 不光性格好 人还长得出奇的漂亮 你小子有眼光 哎呀 这可把我们羡慕死了 我们什么时候 也能找这么好的小情人啊 听到朋友们这么一说 张勇也感觉背有面子啊 嘿 越来越喜欢小慧 他呢 非常愿意跟小慧待在一块 为什么呀 就是能够感受这种年轻人的气息 年轻人的生活 年轻人的文化 小慧还特别会跟他撒娇 一撒娇的时候 那都是网络词汇啊 当然他说的那些网络词汇 当年那都是流行语 放到现在啊 那都不行了 比如什么 我被雷的外交里嫩的啦 什么我实话啦 哎呀 勇哥哥 我看见你 我郊区一阵 哎 你看这些词啊 现在听着是有点土啊 但在当年绝对的洋气 这张勇啊 天天跟小慧在一起 还学会了打网游 养各种各样的什么网络宠物 哎 好些个年轻人喜欢玩的张勇也都会了 张勇啊 确实也感觉到无比的满足 他感觉有小慧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生活质量都不一样了 跟小慧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人是特别放松的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不快乐都会烟消云散 和小慧在一起 跟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跟老婆在一块吧 那老婆这得考虑家考虑孩子呀 所以你得时不时的提醒张勇啊 这生意怎么样了啊 咱家现在又面临着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呀 孩子最近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每每一听到这些呀 张勇脑袋都疼 但是跟小慧在一块就不会 小慧只会在那哄他 09年12月底 张勇啊 陪着自己这小情人 去了趟香港 就专门去买东西去了 烧品啊 消费 小慧买了一大堆的高档化妆品 同时 人家呀 也没忘给张勇买东西 给张勇呢 买了橘子味的剃须水 你说张勇他媳妇 没给他买过这些东西吗 也买过 但买完之后 你用吧 这刚给你买的 我看打折啊 价格挺合适的 但是人小慧不这么说呀 小慧把这剃须水 递给张勇之后 人就跟他说了 以后你跟我在一起 你就用这种剃须水 我喜欢你亲我的时候 有这个橘子的味道 哎呦 嘿 这一下啊 一下把这个剃须水的凳次 可就提上来了 这家伙成了生活必需品了 有情调的一个东西了 张勇一听 这心里边乐开了花了 好的好的 以后我们分开了 我闻到这个味道 也会想起你的 小慧听到这话的时候 哎呦 人家更进一步啊 不是说听完之后 娇羞一笑就完了 而是紧紧的挽住了张勇的胳膊 我们会分开吗 我越来越舍不得你了 张勇啊 一看这小慧 那是一脸的真诚 眼睛里边都有眼泪在打转的 一方面是真感动啊 你看 他是真爱我 我也真爱他 可另一方面有点担心了 哎呀 他真爱上我了 回头逼我离婚 这可怎么办呢 其实啊 这回张勇来香港的事啊 也跟妻子李倩说了 但是说的不是实话 他跟李倩说呢 是去香港谈业务 按照平时啊 每回只要他出远门 都得给妻子买礼物 这一回呢 也一样 虽然说旁边有小慧 但小慧知道自己有妻子 有孩子呀 俩人呢 就一起给李倩挑了一个白金的那手镯子 俩人 香港玩痛快了 回到了温州 把小慧 安排到了一个高档酒店 就住下来了 安顿好了 直接 张勇就回家了 这刚一到家 张勇接着小慧电话了 在电话里边小慧可不高兴了 你买那手镯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是给我买了呢 我就等啊等的 我就等你送给我 直到现在我才反应过来 你是给别人买的 张勇在那听的呀 害怕的都不行了 李倩就在旁边呢 这要让他听见了 那不完蛋了 所以啊张勇也不敢在电话里边哄他 赶紧的把手机就给关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张勇呢 打开电脑 就看见这小慧QQ啊 更新了一个动态 不是有那个性签名吗 怎么写的呢 以前以为只是玩玩 于是那么潇洒 当我真正爱上他 才发现爱 真的是不容分享的 嘿 张勇看见之后更提心吊胆了 张勇呢 也怕这小慧想不开 再干点这么傻事 就在这个空间里边啊 给他留言 就开导他 可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了 这时候小慧气急败坏的 给他回了这么一句 你玷污了我的真结 我要你和他离婚 否则有你好看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 当时小慧跟张勇 见面第一回 不就开房发生性关系了吗 那时候小慧啊 还是个处女 确实是把第一次 给了张勇了 张勇当时一看去 乌雷轰顶啊 张大了嘴巴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 就这么着 张勇感觉呀 这事是越来越大 这等于是 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一眨眼 到了2010年元旦了 张勇呢 又张罗着 去温州啊 小慧知道之后 你又要去温州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 平时张勇每回去温州 只要带着小慧 都会把他安置在酒店里 自己呢 回到温州的家里 但是这小慧 每回在酒店 都感觉自己受到冷落了 就不停的 给张勇打电话 可是当着李倩的面 张勇他也不敢接呀 哎呦 张勇啊 每回到了温州 那是坐卧难安的 这心里边不踏实 所以啊 他是真不愿意 去温州的时候 带着小慧 为了摆脱小慧的纠缠 张勇啊 就跟他说啊 我去拿趟火车票 哪是拿火车票啊 当时上车就跑了 张勇琢磨着 这小慧打电话 质问自己的时候 再好好跟他解释呗 但一直到了温州 哎 小慧一个电话也没打过来 这让张勇很诧异 张勇心里边啊 还安慰自己呢 是不是小慧这两天啊 有什么别的娱乐消遣方式了 逛逛街啊 看看电影的 哎 不折腾我 这也挺好啊 踏踏实实的 就回到家里边了 一进门看见李倩 不对啊 怎么这李倩的脸色 这么不好看呢 平时啊 每回夫妻俩一见面 因为平时总不见到嘛 李倩呢 都会温言软语的 啊 很热情的 这一回 李倩呢 冷言冷语的 见着他之后 也不怎么愿意搭理他 说了没两句话 把手机 就递给张勇了 你看看那条短信吧 张勇一看这条短信 嘿 上边写着 李倩 你好 我知道你 你却不知道我 因为我是你老公的另一个女人 再一看号码 还真是小慧发的 张勇 这短信都没看完啊 这脑袋嗡嗡的呀 把这短信凑合着看完了 就感觉是那种低血糖啊 还是那种心梗的状态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张勇又会怎么跟李倩解释这件事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张勇一回温州家一进门 李倩脸色阴沉 你看看这短信吧 张勇一看 小慧给李倩发的 把头一条短信看完之后啊 这张勇脑袋嗡嗡的 差点就倒在地上 小慧啊 给李倩发了十好几条短信 都是长篇打论的 明目张胆的就在那挑衅呢 但李倩 什么叫正气 什么叫大家风范啊 人家是一条也没回 哎 这还不算完呢 小慧更气人的干嘛呀 把自己的照片用彩信 发给了李倩 还在那嘚瑟呢 你看看 我比你漂亮多了 李倩呢 把这短信跟彩信 给张勇看完之后 眼睛里边都是泪水呀 张勇 这个小姑娘 就是你的情人 张勇一看瞒不过去了 点了点头 李倩呢 在那又伤心又愤怒 是嚎啕大哭 在张勇的心里 最爱的 还是自己的妻子李倩呢 是这个女人给我一个家呀 是这个女人陪着我 从无到有啊 白手起家呀 她给了我最可爱的女儿啊 我不能对不起她呀 所以张勇啊 赶紧就跟李倩发誓 倩倩 你放心吧 我马上跟她分手 就当着李倩的面 给小慧就打了电话 小慧 你做的太过分了 我们以后 不要联系了 我不能对不起我老婆 我也不想对不起我老婆 小慧听完之后 也疯了 因为小慧 是真心的爱张勇的 小慧啊 挂完电话 打定主意 我得跟李倩 一蹶高低 死磕到底 这小慧啊 立刻又给这李倩 打了一电话 张勇原来跟我说 你们之间 根本没感情 你为什么死缠着 她不放呢 如果我是你 老公不爱我了 我会羞愧的去自杀的 嘿 这话说的 太有挑衅意味了 李倩一听 很不屑的说 是吗 你这真是 出生牛犊 顶破天呢 李倩 你怎么无耻到了 死缠烂打的地步了呢 你个小屁孩 你不感觉 你现在这个样子 是最无耻的吗 我勇敢的追求 我的爱情 我打心眼里边 我看不起你 你已经被抛弃了 你还死皮赖脸的 你才是最可耻的 小姑娘 你认为她爱的是你 那她为什么 和我结婚生子 却不肯许给你一个未来呢 因为过去她不认识我 不懂得爱情的真谛 再说了 生小孩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子宫每个女人都有 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李倩呢 是感觉又好气 又好笑 这个姑娘 怎么她的三观 是这样子的呢 这李倩呢 也不搭理她了 小慧呀 可没完没了 给这个打完电话 给那个打完电话 夫妻俩谁也不接了 最后把手机都关了 李倩也跟张勇说 那个姑娘 还是个孩子呢 还不懂事呢 你呢 咱们俩 也一起过这么多年了 孩子也这么大了 你只要 以后和她彻底断了联系 我原谅你 当时张勇听到 李倩说完这些话 心里边是又感动 又羞愧 信誓旦旦的说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她 再来烦你的 这边夫妻俩 算是和好了 那边小慧呀 已经彻底疯了 拼命的打张勇电话 要个说法 并且还表现出来了 对李倩极大的不满 小慧说了 你不觉得李倩 真的很欠奏吗 都那么大年纪了 还故弄风骚 哄着你玩 我真搞不明白 张勇一听 这姑娘这是疯了吧 满脑子是 一点是非观也没有啊 所以张勇啊 也就和她断了联系 过完春节 到了正月初时 李倩呢 准备从温州啊 回成都 那天中午 张勇到店里边啊 逛游了一圈 下午的时候呢 就把女儿啊 从舅舅家接过来 准备晚上 跟女儿一起去接李倩 可到了下午两点多 小慧又打来电话了 我们又多久没见面了 你就一点不想我嘛 听到小慧的声音 再想想小慧 那么漂亮的面旁啊 这张勇又心动了 又准备犯错误了 正好这时候啊 张勇开车 路过这小慧租的那房子那 张勇呢 就停下车来 张勇啊 其实心里边 也做好打算了 我跟他啊 再来最后一次 齐里咔嚓 完事以后 我跟他好好谈谈 彻底断掉 见面以后 俩人迫不及待 就啃在一起了 反正就一阵呼呼啦啦 以后 这张勇啊 就跟小慧说 小慧 你还年轻呢 你还年轻呢 你可以找一个年纪相当的 比我更好的男孩 咱俩真的不合适 小慧一听 这火气噗噗就上来了 哎我说张勇 既然你是来说这事的 为什么 在床上你爽完了才说呀 哦 临别了你都不忘多占点便宜呗 张勇呢 有点不耐烦了 确实也让小慧 说中了他的心事了啊 眼瞅着 李倩也快到成都了 他站起身来就要走 小慧一看他要走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接李倩 你去接他 我也去 说着 死皮赖脸的 跟着张勇就下了楼了 硬是拉开车门就坐进去了 张勇啊 好劝歹劝 就是劝不回去 小慧看他在车上 张勇也不走 小慧怒气冲冲的说 你到底怕什么呀 我见着他了 咱们三个人 也好把话说开了 张勇想了想 倒也对啊 要是说开了倒也挺好 这么着 带着小慧开车就到了火车站 小慧呢 就在副驾驶上 也不动 张勇啊 紧张的都不行了 就怕李倩看见小慧 发一通子火 小慧又有点不懂事 俩人再呛不起来怎么办呢 于是张勇呢 先给李倩发了一条短信 他是这么说的 下午遇到小慧 他一定要和你过过招 赖在车上 一起来了 我想我们三个人面对面 说开了也好 过了一会儿 这李倩呢 下了车来到停车场 看见小慧之后 特别镇定 把后车门就拉开 就坐进去了 在车上三个人呢 一开始谁也不说话 小慧头也不抬 在那玩手机呢 为了打破这个诡异的氛围 张勇呢 就先开口了 路上还好吧 坐车累吗 李倩呢 也没搭理他 这时候张勇啊 就更感觉尴尬了 放在手刹上边 就扶手箱上边 有他那包 他呢 就准备把包拿过来 找里边的烟 抽根烟 小慧看见他这动作了 比他更快 从这包里掏出一根烟 自己点着之后 塞到了张勇的嘴里 李倩一看这场面 让谁也忍不了啊 停车 让他下去 李倩说着 掏出来了五十块钱 扔到小慧身上 你下去打车 你爱上哪上哪 小慧 把这钱抓过来 一把又扔李倩车上了 你嘚瑟什么呀 就凭你这姿色 半老徐娘 他怎么可能对你有半点留恋呢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 都抓在手里了 要下车 也是你下车呀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我的车 李倩汤实啊 这心里边 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上去一把 就抓住了 这小慧的一领 俩人可就打在一起了 张勇一看 哎呀 完了 赶紧拉架吧 越拉架 这小慧火气越大 突然这小慧 就失去理智了 也不知道包里 怎么就有一把小刀 拿出来这把刀子 朝着李倩 可就捅了过去 张勇这时候 听见坐后排的李倩 嗷喽惨叫一声 赶紧停车 转到右边 拉开车门 把小慧就拖了出来 把他手里的刀 就给夺下来了 再看李倩吧 已经浑身是血 倒在后座上了 这时候张勇啊 吓得魂都快没了 赶紧开车 把李倩送到最近的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小慧这时候 也钻进车里了 还在那玩了命的喊呢 你快点 把他抛尸野外 张勇一听 这还是人吗 张勇啊 开着车 玩了命的 往医院赶 十分钟以后 张勇抱着李倩 下了车 医护人员一看 赶紧推来担架 准备进行抢救 这时候小慧 拿着刀子又蹦出来了 冲着医护人员在那喊 不许救他 谁救他 我就捅谁 这中心医院的 大夫 护士 员工 一看这姑娘 这是有病吧 一起合力 把他这刀就夺下来了 毕竟只是个小姑娘啊 随后张勇 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警以后 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民警 立刻赶到医院 把小慧控制住 而李倩呢 尽管经过医院的权力抢救 但因为失血过多 还是离开人世 小慧最终因为未成年 是可以逃脱 死刑的制裁 但是 必然会面临着 长期的牢狱之灾 对于小慧来说 罪有应得 一个很漂亮的少女 又挺机灵 但是呢 心智不成熟 遇到了错误的人 开始了一段 错误的感情 遇到任何事情呢 又冲动易怒 导致了这场悲剧 而对于张勇来说 最爱的两个女人 一个离开人世 另一个被捕入狱 尽管说 作案的不是她 凶手不是她 她不用承担 法律的追究 但是她内心 这辈子 是不会好过的了 她这也是罪有应得呀 有家有口 却不顾家庭责任 抱着玩弄的心理 欺骗一个未成年女孩的感情 在这儿啊 也是提醒 所有的已婚男女们 我们讲过太多的案例 都是因为 婚后的啊 这种不轨行为 从而引发一起起悲剧 放到现实生活之中 有了婚外情了 有了乱七八糟的男女感情了 哪怕说最终不会到这种人间悲剧的程度 那也必然会是一地鸡毛 踢心吊胆 咱们今天节目啊 来说说追凶二十九年 这起案子呢 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啊 被媒体大肆报道出来的 在社会上 舆论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在湖南省三渡河村 有一户人家呢 姓李 这男主人呢 叫李祥 李家呢 原本是五个女儿 一个儿子 但是最小的女儿啊 不到一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所以等于是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李祥的妻子呢 叫王满妹 王满妹年轻的时候啊 长得很漂亮啊 今年呢 已经七十三岁了 他呀 十六岁的时候 就当上了赤脚医生 这在山村里边来说 这是人才啊 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入党了 那么王满妹呢 其实思想上啊 是比较开化的 大家都知道 在很多落后的地区 大家呢 依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但是王满妹 从年轻的时候啊 就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 可是呢 丈夫李祥 显然不这么想 生不出来儿子 李祥就骂他 有时候啊 甚至动手 村子里边的人呢 也不这么想 据后来李祥的三女儿 李海平说啊 之前呢 村子里边 遇上跟谁吵架的时候啊 就父女同志之间 吵架的时候 大家骂王满妹 就骂他 生不出来儿子 终于 在生下了五个女儿之后 他们第六个孩子 总算是个儿子了 儿子呢 叫李焕平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生男生女 你埋怨人女方干嘛呀 这完全取决于男人的DNA呀 但是过去啊 人们不知道 所以呢 就认为生不出儿子 就是女人的责任 有了儿子李焕平以后啊 这是再也不生了 李祥呢 在当地老家呀 这算是村子里边的能人哪 有本事啊 在老家呢 王满妹负责养猪 养的是白白胖胖的 他们两口子呢 也种点柑橘 李祥呢 还开了一个小商店 办了一个家具厂 这在村子里 那是首屈一指的富豪啊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过去啊 很多人家啊 尤其是在这些偏远农村 生活都成问题 那么吃不上饭的怎么办 都会到他家里边 借米借面 现在啊 在李家老宅的牧墙上面 还留着这么几行字 就是谁来借粮食了呀 谁来借东西了呀 哎 就拿笔写上 写着香玉 借骨子二百斤 春桃 借骨子 何况一百四十斤 等等等等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 丈夫李祥啊 还是不甘心 我在这村子里边啊 我过得再好 那有什么大出息 我得出去 于是他就要去八百公里之外的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 丈夫刚一提要走的事啊 王满妹呢 也不答应啊 说这儿不是好好的吗 在家里多好啊 但是啊 李祥就铁了心了 非得去广东 还让王满妹呢 也跟着 你不去 不去就吵架 再不行就打架 王满妹也就只能服从了 那么李祥到广东是干嘛呢 他呀 到了雷州市麦坎村 承包了一片果园 其实跟在老家干的事啊差不多 紧接着呢 李祥把那边果园规制好了 就回来把王满妹 哎 两个大女儿啊 还有李焕平就带去湛江了 就留下了李海玉 还有李海玉的妹妹在老家上学 照理说出去之后这日子得越过越好啊 但是哪想到第二年冬至的时候 也就是1992年12月22号 还不满九岁的李焕平 被家里边的帮工一清 就从学校带走了 随后消失在了一片甘蔗林里边 再也没能回来 就在事发前几天呢 王满妹呢 还去过学校 专门看看李焕平 看见李焕平蹲在地上 在那扔石头呢 哎 这是王满妹对李焕平最后的印象 李焕平刚一失踪啊 李翔夫妻俩呢 都认为儿子肯定是被拐卖了 因为看电视上啊 报纸上啊 好多这种拐卖孩子的新闻 俩人就玩命的找呗 为了找儿子 李翔啊 也不管那片果园的工作了 甚至骑着自行车 到一百公里外的湛江市区 寻找线索 那是找了一趟又一趟 但是乌公而返 这时候母亲王满妹 不仅呢 是牵挂着自己的儿子李焕平 又想起来老家里边 还有两个女儿呢呀 所以赶紧赶回了湖南 把两个女儿也接到了湛江 王满妹呀 是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啊 非要去广东 我说不去 李翔非要去 这就去了一年 儿子就没了 王满妹想找儿子呀 他看电视上啊 好多孩子被拐卖了 拐了几十年了 人还在找呢 王满妹说了 广平这是我自己的血脉呀 我得找啊 怎么有不找的道理呢 一闲下来啊 王满妹想的啊 都是儿子 儿子呀 其实在不到一岁的时候 就走丢过 后来是路人呢 把儿子给带回家了 一路上啊 李广平都没哭 直到见到王满妹 见着自个儿亲妈了 这才哇哇哭了起来 别看李广平岁数不大 失踪的时候还不到九岁 但是心地特别善良 从来不拒绝别人的乞讨啊 有一回下了火车 李广平呢 就把自己的吃的全给了 流浪的乞丐了 王满妹就问他 广平 你把这些都给了他们 那你吃什么呀 小广平就说了 妈妈 我们快到家了 我们回家吃呗 所以啊 王满妹 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 总是说 谁家的小孩 都没有我家的好啊 这也是啊 全天下所有的家长 都是这个心思 就在王满妹 回家接李海玉 姊妹俩的时候 1993年2月份 一具疑似李广平的尸体 在距离学校不足一公里的甘蔗林里边 被发现了 被发现的时候啊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李祥过来之后 就凭借着这具尸体穿的衣服 以及尸体右手有一点扭曲的大拇指 认定这就是李幻平 当时除了李祥去了 李祥的朋友关卫东也去了 关卫东啊 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尸检的情形 关卫东回忆说 在距离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不远处的水池旁边 法医呢 用池塘里边的水冲洗了尸体 法医说呀 凶手是从侧面肋骨那刺杀的李幻平 警方当时啊 就初步判定 李祥的老乡也是他的帮工 一清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一清已经找不到了 其实啊 李幻平的父亲李祥也不容易 知道儿子被杀之后 他没有跟王满妹说 也没有跟李海玉他们说 母女呢 都不知道李幻平遇害的消息 这么多年一直认为就是被 一清给拐卖了 那为什么没有告诉王满妹他们呢 后来啊 也解释过 说不好说什么呀 他们以为李幻平被拐了 还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活着 对于他们来说呀 心里还有个念想 就让他们一直有着这个念想吧 家里就李幻平一个儿子 王满妹要是知道了 还能活到现在吗 他有可能那个时候 就跟着李幻平一起死了呀 那么最终是如何找到凶手 一清的呢 其实啊 李海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海玉这么多年 一直认为弟弟还活着 他想找到弟弟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幻平是我弟弟啊 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找到弟弟 我们家就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 一家人在一起好开心的 有了弟弟 别人就不敢来欺负我们呢 在海玉的印象里边 自从李幻平出事以后 这个家就算是彻底散了 父母啊 整天的在那争吵打架 后来李祥呢 更是抛弃妻女 自己一个人去了海南 而王满妹呢 带着女儿们就回到了湖南老家 之前他们家的日子过得是多红火呀 可是现在他们家在村子里边 那都是非常破败的 之前呢 家里边的房子啊 在村子里边盖的那叫什么呀 让人羡慕极了 那可是现在呢 阁楼也塌了 猪兰牛兰也塌了 后院啊 让同村的乡亲种了烟叶子了 只有一楼的几面墙 是完好的 但是里边什么物件也没有 李祥呢 七年的时间 也不来消息 也不给寄钱 等于李祥跟这个家 就中断联系了 直到七年以后 王满妹才把房子重新修好了 李海玉和王满妹都认为 如果家里有儿子在 情况肯定不一样 在当地啊 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非常的重 每个人都认为啊 家里边必须要有一个男孩 有一个当地村民就说了 只有女孩的农村家庭 注定被人们都看不起 你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以后家里边啊 就没人了 没有儿子 就意味着 谁都可以占你们家的地 海玉家的地啊 还真就被人给占了 这个村民还说了 女孩有什么用啊 有事了 你打得过男的吗 女孩 除非你考上清华北大 博士生研究生 别人才会对你高看一眼 另外还有一位村民说 只剩下女孩的家庭 在他们那儿啊 父母都没动力干活了 辛辛苦苦赚钱干什么呀 建好了房子留给谁呀 家产谁来继承啊 海玉别看是个女孩 但是啊 她还真的同意这种荒谬的说法 她说呀 从前大家对生活还有希望 想着怎么把家里搞好了 怎么赚钱回来 给弟弟上学 但弟弟出事之后随便吧 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为什么李海玉说 家里有个男孩就能不被人欺负 因为对于李海玉来说啊 他有过这种具体的感受 他有一个好朋友 曾经就遭到了熟人的侵犯 因为家里边没有男孩 没有人替他出头 各位说了 那离婚呢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 他呢 第一次离婚之后 回到家又被自己的父亲家暴 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 他又想出嫁了 随便找个人就行 但是毕竟离异过呀 找到的第二任丈夫啊 又是一个家暴的渣男 把这个人呢 关在房间里边一顿毒打 一边打还一边恶狠狠的威胁他 你如果敢反抗 我就杀了你 在那以后啊 不仅这个朋友不再信任男人了 李海玉也不再信任男人了 李海玉说回想起来这辈子呀 弟弟是唯一一个真正对我好的人 我们曾经一块放过牛 牛扑向我的时候 当时年幼的弟弟冲过来 张开双手挡在了我的面前 为此被牛把额头都给顶破了 他知道要保护我这个姐姐 所以李幻平丢了之后 李海玉下定决心我要找到我的弟弟 既然知道 易青是把弟弟李幻平接走的人 那么找到易青就能找到李幻平 弟弟出事的头两年 王满妹一有空啊 就到易青老家里边去 但是呢 总是被告知啊 说易青根本就没回来过 2001年左右 他又到了易青的老家 这时候易青老家有人说了 说易青啊死在外边了 于是呢 王满妹和李海玉 也就放弃了对易青的寻找 在那一段时间里啊 他们非常的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李海玉没有参加初一的期末考试 就辍学起打工了 各位 现在难以想象啊 初一 照我们现在看来才多大点的孩子呀 就去辍学打工 挣钱养家 李海玉97年出去打工 他是带着目的性的 每到一处都得向当地的老乡 打听弟弟的下落 可是啊 总有老乡 哎就骗这个善良的小女孩 每回啊都提出来 我知道线索啊 给点钱 是吧 不能白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每回李海玉都当成是真的 每一回都把自己的裤兜掏空了 希望能够买到这些线索 但是每一回这些所谓的老乡们都是一拿到钱 人就消失了 在寻找凶手下落的过程之中 李海玉还将面临哪些波折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李海玉啊 在寻找疫情下落的过程之中啊 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也去找老乡帮忙 多次被骗 但是呢 他依然没有放弃 在九十年代末 两千年初的时候 大家呢 开始盛行网络聊天啊 就用QQ嘛 李海玉呢 就拉了很多的群 这时候李海玉啊 也有一点 这叫社会阅历了 对吧 先是带着大伙在群里边 唱唱歌啊 活跃气氛呢 然后开语音 就告诉所有的群友啊 我在找弟弟 然后甩出来寻人启事 拜托各位多多的转发 大家后来看很多寻子的节目 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是吧 都知道有一个志愿者组 这个组织叫宝贝回家 李海玉呢 后来还试图求助宝贝回家 宝贝回家这个组织呢 是民间自发的 是属于志愿者协会的一个公益网站 甭管是登记寻亲信息 还是提供寻人服务 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啊 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 但是啊 李海玉在求助宝贝回家的时候 哎 找着一假的 他只是懵懵懂懂的 知道有这么个组织 他就在QQ上加了一个自称是志愿者的人 对方说了 你啊 得先交六千块钱 才能把寻亲信息录入网站啊 放心吧 只要登上网站 肯定能找着的 李海玉挣钱多不容易啊 勒紧裤腰带 想尽一切办法 把六千块钱交上了 可是交了钱之后 再也没有下文了 后面你再联系那志愿者吧 你联系不上了 这是遇上骗子了 但是李海玉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他依然没有放弃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2年 正好赶上李海玉的一个工友 跟易青啊 是同村的老乡 这个工友就告诉李海玉 哎呦 海玉啊 你们当时被骗了 易青啊 根本没死 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啊 是大老板了 后来几年呢 李海玉又去了易青的老家 但是那儿的人都说 这儿没有叫易青的 但是既然知道易青没死 李海玉就不放弃 直到2016年有一天 他呢 又到了易青家里边问 就说易老板在吗 易青的父亲 还有一青的妻子都说不在 李海玉啊 也就离开了 不过这一回 他留了一个心眼 在旁边的鱼塘边上 假装看风景 这时候有人正好路过 李海玉也不认识是谁 他呢 就试探性的叫了一声 易老板 您回来了 对方那下意识的 就回了一句 啊 你是谁啊 李海玉 听对方这么一回答 心里边 坑腾一下子 嘿 他就是易青啊 李海玉当时所有的愤怒 所有的仇恨都涌上心头啊 但是啊 他还是强自的镇定住 假装云淡风轻 易老板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跟我老公 之前跟您打工的 李海玉啊 之前呢 就跟易青同村的那个工友打听过 知道易青曾经在那工作过 于是呢 他就说出来了 易青曾经工作过的几个地名 就假装说啊 自己曾经在他手底下干过活 易青呢 就相信了 就让李海玉啊 到家里边坐坐 其实在那一刻 李海玉想过 用私人途径 惩罚易青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在法治社会啊 我已经找到他了 就把他交给法律途径 在易青家里边 李海玉以想要打工为借口 获得了易青的手机号 又偷偷的拍了易青的照片 拿着照片 又找朋友帮忙 查出来易青的真名 并不叫易青 而叫易华 如果仅凭这些 就直接联系警方 那么这证据明显不足啊 警方你没法断定 易华就是易青啊 所以得需要易青 自己承认 自己就是易华 李海玉呢 就开始了卧底之路了啊 他呢 又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以一个陌生人的名义 又跟易青联系 说想跟他打工 又说自己父母重病 亲人去世等等啊 借口这些来拖延时间 反正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联系着 后来呢 他又得知了易华工厂的地址 他也经常会悄悄的跟踪 但是从来不出现 2019年3月份的时候 他在微信上假装漫不经心的就问了一句 说你是易青还是易华呀 把我搞糊涂了 这易华呢 就回答说啊 我叫易华 易青啊 是在学校读书时候的名字 两个名字 但都是我一个人 随后 李海玉感觉 哎 铁证如山 证据拿到手了 把所有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 就提交给了警方 2019年 他以要去给易华打工为借口 得知易华在广西桂林呢 他就向办案的警官报告消息 2020年5月22号 警方成功抓获了潜逃28年的易华 民警冲进大门的时候啊 易华还在打牌呢 一看民警出示警察证 他叹了口气说 我知道欠账是要还的 这种日子总算是到头了 那么这些年 易华是怎么逃脱的呢 当时呢 易华呀是李翔的帮工 因为工钱问题怀恨在心 把李焕平杀死之后 他没有立刻离开湛江 而是隐姓埋名 继续在雷州 在多个甘蔗园打工 他说每一回听到警笛声响啊 都会被吓破胆子 只要听见有警笛声 只要看见警察 都顾不上领工资 拔腿就跑 后来逃离了雷州 跑到了云贵川一带的山区 当起流浪汉了 靠捡垃圾啊 靠乞讨为生 累了就倒头睡在山里边 就这么着过了七八年 才结束流浪生活 回到了湖南 结婚生子 慢慢的自己呢 也是开始做点小生意 小生意越做越大 日子呢 是越过越好 直到一华被捕 李海玉和王满妹 这才知道李焕平 不是当年被拐卖了 而是被一华给杀死了 这些年 李海玉不容易啊 他不仅啊 是想尽一切办法 追凶二十九年 并且他从二零一三年开始 一边找弟弟 一边在村子里边盖起了房子 他就想着 焕平找到之后 得让他在家里边有个房子 他还想着 哪天真找到弟弟了 要把鞭炮从镇上 一直扑到新房子的门前 一路想着 向所有人宣告 我弟弟回来了 但是没想到 一华找到了 可是弟弟再也回不来 2020年7月28号 雷州警方去挖掘尸骨 一华跟警方承认 自己啊 杀了李焕平 那天呢 警方动用了两辆挖掘机 挖了大概一公里 但还是没能找到 装有李焕平尸骨的一个榨菜坛子 挖掘力量撤退的时候啊 李海玉都崩溃了 他跪下来用手挖 手都出血了 他说了 我想把我弟弟带回来 我就这一个弟弟啊 大家都知道 如果找不到李焕平的尸体 那么证据链 它是不完整的 你没有办法证明 一华真的杀死了李焕平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给一华定罪 现在的重中之重 是找到李焕平的尸体啊 当年呢 参与埋尸的一共是有三个人 有李海玉的姐姐李海平 有李海平的表哥 还有李祥的朋友关卫东 雷州当地人呢 是不允许外地人 葬在他们的土地上的 当时李焕平又死在了广东啊 又不打算让王满妹他们知道 也不打算让老家人知道 再者说了 抱着尸骨从广东到湖南也不方便 于是就把李焕平草草的埋葬了 就埋在了马路边的一棵大树底下 说那个坑啊 当时挖了有个一米多 不到两米这样 李祥的朋友关卫东也说 说当年发现尸骨之后呢 因为担心葬在本地会有村民埋怨 李祥就委托他 把尸骨葬到了鹅杆村 马路边的一处树林里 装在了一个泡菜坛子里 埋的呢 不算特别的深 也没有立碑 因为当时李祥说过 以后要把尸骨带回湖南老家安葬 但最终也不知道啊 为什么这事也没办也没成 现在再想找尸骨 那太难了 时隔二十多年 埋尸的地方啊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路呢 已经重修了 路旁边啊 只有小树 照理说将近三十年以前的小树 现在都大树了 但现在路边 你连个大树的树桩子 你都找不着 说种树啊 这么多年都种了三轮了 在挖掘现场 警方呢 就让他们回忆 当年埋尸的情况 他们就在那左思右想啊 哎呦 到底是埋在哪个位置了呀 可这么多年 路也改了 又新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你真是想 那也想不出来了 找不到尸骨 就影响了检察院 对易华的起诉 2021年2月8号 李海域收到了 湛江市检察院做出的 不起诉决定书 和不起诉理由说明书 检察院提出了三点理由 一是认为被害人李焕平 下落不明 1993年发现尸体的时候 没有做DNA的鉴定 因为尸体高度腐烂 也不能从相貌上判断 尸体就是李焕平 尸体的长度 与被害人的身高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并且尸体至今 也没能找到 没有办法进行古灵鉴定 以及与他的亲属 进行DNA的鉴定 现有的证据 不能认定被害人李焕平 已经死亡 第二个理由 当年发现的那具尸体 死因不明 当时参与的法医说 时间太久了 不记得鉴定结果了 只记得尸体高度腐败 这起案件的现场勘察笔录 照片 尸检鉴定 以及现场提取的刀具 都丢了 能够证明这具尸体死因的 只剩下一些言语上的证据 口头上的证据 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 也没有任何的物证 更没有办法现在找到尸体 所以死因已经是查不清楚了 第三点理由呢 一华杀害李焕平 仅仅有他自己的供述 就他自己承认了 但是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能够证实 之前的检察院呢 已经经过了一次退查了啊 就是退回 重新侦查 但是因为这些原因吧 你仍然没有办法认定 一华实施了 故意杀人行为 所以检察院决定 对一华做存疑 不起诉的处理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啊 在当年 刑侦技术比较落后 并且呢 当时办案机关的侦查部门 和技术部门呢 是分开的 案卷呢 也是分开保存的 就是负责刑侦的那一部分啊 负责侦查的那一部分 有案卷 负责技术侦查的呢 也有自己独立的案卷 现在侦查工作的案卷还保留着 但是像物证啊 照片啊 这都属于技术侦查的资料 已经丢失了 并且上个世纪90年代的案卷保存 也不如现在规范 技术部门呢 也经历了多次搬迁 其中啊 肯定啊 会有很多的这些物证 就在搬迁过程之中 就被遗失掉了 收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一天呢 李海玉哭的是撕心裂肺呀 他还给自己改了一个微信名 微信名改成了凄凉世界 他说了 这么多年 我可以去找犯人 追犯人 但你让我去找尸骨 我怎么找啊 后来呢 李海玉又向湛江市检察院提出申诉 今年9月8号下午 他收到了湛江市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说湛江市检察院之前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书 处理适当 申诉人李海玉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检察院不予支持 限于审查结案 也就是说 自己的弟弟李焕平 哪怕真的是被一华杀死了 现在没有办法定一华的罪 更没有办法找到李焕平的尸体 这起案子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同时啊 还有这一种可能 也许当时大家发现的尸体 真的不是李焕平的尸体 如果果真如此 那么这具尸体又是谁 被害的李焕平又在哪 这具尸体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悲惨的故事呢 恐怕这一切都只能是一个谜了 这对于李海玉来说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他呀 收到了不起诉决定书之后 天天的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这么多年 为了寻找弟弟 经常是睡在路边上 睡在公园的地板上 也留下了膝盖疼的后遗症 只要天气稍微有点凉 稍微有点阴天 这膝盖啊 就疼得厉害 尽管这起案子 看似有了这样一个 让人无法接受的结果 尽管 看似李海玉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但是李海玉啊 依然不甘心 他说我还要申诉下去 我还要为我的弟弟 换屏讨回公道 从那以后 李海玉 微信签名 也改了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你为我 付出一天 我便为你 付出一生 可能在 李海玉的心目之中啊 他为什么一再的坚持下去 可能在他脑海之中 提起李幻平 浮现出来的画面 依然是那个当年 为他挡住牛角的 几岁的小男孩 没错 我还要去 我判定 噓